《牙哥》第一章第四節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望带我尽了来失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圣子称赞你走 他们爱你是你所当然的 生徒教会只是欣赏和警察学 学完之后有些人想抄捉 模仿捉 在香港的观堂开了一间观堂宴殷堂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刚刚在这个情况当中 过去加拿大 看到原装的Glatt Hiding 当时玉珍师母 他就在那段时间转会 去了这个观堂宴殷堂 所以我两间教会都认识的 一间我是过加拿大之前认识的 另一个我回到香港 再找回玉珍师母的时候 他带我回这间教会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认识的 当然我认识了展明和群族夫妇 所以在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其实这两间教会都没有 因为夹着在中间 可以说这十年八载当中 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并且一些真道教会 很赞赏 而观堂宴殷堂 甚至是抄捉他上司 抄捉他 用很可笑的方法 听起来都觉得很可笑 就是怎样呢 他会录下别人的方言祷告 然后在聚会大家播 然后一起抄捉他方言祷告 这个真是疫情 可以说当时来说我觉得真是很可悲 究竟他们知不知信仰是什么 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就是 当时我在加拿大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回来之后 直着若真师母 我就理解了那堂宴殷堂 当时我这两间教会给我的感觉就是 终于我明白了一件事 因为当时已经是真道教会 那个复兴的时势 已经慢慢下降了 相对我亦见到Gladhiting 它亦下降了 即是当我回来香港的时候 已经出事了 因为他们的主义牧师 在道德上出了问题 甚至是立刻走了 即日走了 所以变成了人数由2000人 跌至只有400人 当时我回来香港 再见到军堂宴殷堂抄袭 我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因为当时 最深刻的是 我在原装那间教会 由他最复兴的时间 一直跌至最低的时间 慢慢一批又一批人 从Gladhiting离开 我慢慢了解 原来这批人是负责这间教会的音乐部 原来那批人负责这间教会的所有全职 然后这批人是这间教会的奖 因为他们一路离开的时候 直到我身边那些当时在那间教会 一些牧师和全职跟我讨论 我便慢慢理解 我这间教会 压解那批人便会变成这样 压解那批人便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可以说 是不单止外围看到这间教会的形态和复兴 以及他们是如何建立了这间教会 我亲眼看到这间教会 如何支离破碎 拆开的时候 变成如何 当时全间教会一个2000人的教会 有的礼堂大到 即是他有两边礼堂 每一边礼堂 一边就坐到2500人 一边坐到2000人 但是全间教会 是只得一个义工做清洁 因为他穷得是请不到全职 我亲眼看着 那个义工还是我认识他 以前是吸毒的 因为信了主后有个神迹 导致他不用吸毒 即是他一天之间教了毒 于是他以后就在这间教会 做全职的掃地 这间教会很多的修理都是他做的 到这次的问题的时候 很多全职走了 很多没有钱职的全职 这间教会欠很多的就是 全间教会这么大 只得一个义务的清洁工 就是这个人 这个David 而这个David 他之前当然在这里瘦身 到最后没有钱 他都自己找到一份工 但平时他自己义务都帮这间教会 去做清洁的 所以我借着他 带我去很多 其实本身内部的 特殷子媒去不了的地方 因为我会去到整座舞台下面的 机械操作的地方 音响房 全部都因为 这个义务清洁工和我很熟 所以我亲眼看着 也可以说在这间教会 无论是他的硬件工和软件工 即是他的结构 建造 他们的职员 他们的长老 他们的清洁工 我都能够理解 因为我以一个学生的身份 他们很喜欢带我 甚至举个例子 例如去一些夏天堂 去他们的教会 搞的那些 他们的全职 是开车车我去那里上船 即是说 属德是这么重要的 他们很珍惜 我当时回到这间教会的时候 那种主动 所以他们也不介意跟我谈 很多他们的趣事 或者遇到伤心的地方 读完神学院 为什么不能够再在这间 因为这间狗已经是 经济搞到这样 也没办法在那里全职 一批又有一批 我见证 要起码四批的牧师带队来 成为主任牧师 而伤心的离开 所以在那段时间 我能够理解的是 很深刻的 但当然我不是说 好像大嘴巴 回来周围说 我仍然很默默地回到香港 但当我回到香港 一见到这两间教会 真道和观唐献堂 我最深刻的是什么 我最深刻的是 原来这人抄袭原装 可以差这么远 当时我看见献银堂 我在那边回到这间教会 但这间教会 有时在聚会当中 播出别人的方言讨告 因为他们的方言讨告 很容易认得他们 甚至是在那里录音的 因为Denberg的声音 很流行的 我说的Denberg 就是在那间 Glad Tiding当中 他当时 近三十年里面 最好唱歌 最漂亮的一位大兄 他的声音 即是在千人当中 一起去唱歌 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 即是会完全出了来 所以我一听那些 方言讨告的带 我就知道 我在哪里录 还有那个聚会 都约略知道 因为我听到Denberg Denberg 基本上 他出现的时间 只会在星期四 和星期日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 模仿那种抄 我想一下 在我心里面 我当然没有嘲笑 但是真的要很辛苦 才忍着 不藐视他们 我想一下 你感慑 你知不知道 什么是信仰的 我心里面这样想的 而我想一下 你差那么远 你们差那么远 但是当时 我只知道 是喝不妥的 因为 一间真道教会 就已经低度了 只可以说 赞赏加拿大 Glad Tiding 另一间 观众显德红 差不多接近 约似他们 想一样 去模仿 但是始终 他们都是 可以说 用了香港 他们的压制 去凌駕在 学习之上 即是说 他们那种模仿 都要用最错的方法 去模仿 他们做出来的时候 都要用最错的方法 做出来 就算连辅导人 都用最香港的 本譜化的东西 做出来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但是当时最有趣的是 当时我最深刻的是 当时我是知道不妥 但是不像现在 经过这么多年 经过这么多年 经过这么多年做牧师 很多我觉得不妥 然后在教会当中 去执行的时候 去做对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习 执行 我才真的可以说 说得出来的分野 还有错在哪里 牙哥第一章第四节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望带我进了耐失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圣子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你所当然的 我爱上帝 这爱火不会适 爱意热恋 发量意声飞 面舍光辉 永不舍 常逍遥显出安慰 让你火心得我会 领受神恩惠 伤心是巅峰 是天性不悔 天生你光芒 尽照能发挥 一生只发为主活 让我心灵不荒废 让我心灵不荒废 尽发光辉 奉神兴向活祭 更能了 是天性不悟 未经许可,不得是天性不悟 还能按摩 没有太阳 有精神 够是天性不悟